来自台湾团的全国人大代表陈云英 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中国是现代化 是两岸同胞共同追求的现代化 现代化中国也应是两岸同胞 同享幸福的中国 他希望进一步加强两岸同胞交往 交流合作 呼吁广大台湾同胞 特别是台湾青年 踊跃到大陆创业圆梦 中国人追求现代化 应该是1840年以来 所追求的一个梦想 中国是现代化 应该也是台湾同胞追求多年的 所以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就是两岸同胞同享幸福的国家 我是希望在我们在建设的时候 台湾同胞不要缺位 我希望他们知道 我们有一个民主伟大复兴的梦 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奋斗的是 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他们来到祖国大陆圆梦 发表于去年8月的台湾问题 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 描绘了两岸和平统一的光明前景 陈云英常随身携带翻看 在台湾长大的他表示 2300万台湾同胞中 台独是极少数 他们妄图通过炒作分裂 以换取政治利益 台独是少数人 因为他们要 他们要获得自己的利益 然后这种炒作就是恐吓 恐吓台湾同胞 还有一类人 他不知道 他也没来过祖国大陆 他还不知道 今天的中国 是世界经济第二大国 是一个强大的祖国 的认知是不足的 咱们就欢迎他来多看看 多体验体验 谈到域外势力 干涉两岸和平统一进程 陈云英认为 同胞间不能互相伤害 更不能让这些挑拨得逞 美国对我们的一些 不合理的语言 行为 破坏两岸和平 破坏两岸往来 反正 无用其极 佩洛西他们 就是想炒作的最终结局 就是现在 大家都知道 想把台湾塑造成一个刺猬 台湾是抱在祖国大陆的怀里的 那么把这个抱在祖国大陆的怀里 培养成一只刺猬的话 抱着不舒服是不是 但是台湾是不是成为一个刺猬 不是美国说的算了 只要我们大陆的同胞 不认为他是一只刺猬 可是一个我最爱的一个人 不要让外国势力 在两岸之间的挑拨离间得逞 我们怎么自己的同胞 伤害自己的同胞呢 2003年以来 陈云英已连续担任 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今年他带来的建议 与两岸交流相关 他表示 因为台湾青少年来大陆游学 提供便利 加强两岸往来的航空路线 和海上通道 鼓励台湾同胞 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出具体愿望 陈云英表示 广大台湾同胞背靠大陆 能获得长足发展 他期待大陆分享更多发展机遇 同时台湾同胞也要勇于付出 通过自身打拼 收获尊重与尊严 台籍青年来到大陆 求学工作创业 他们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个 努力融入祖国大陆的社会里面 也让他们在祖国大陆 实现他们的梦想建功立业 那么由于他们的实现梦想建功立业 其实就拉近了两岸同胞的心 拉近两岸同胞的距离 是对于促进两岸和平统一有好处的 我们下期待的梦想建功立业 我们下期待的梦想建功立业